你们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压力 是在整我 从昨天中午到现在 整整18个小时 我没有休息一分钟 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 总理 总理你怎么了 你们谁要拦截陈毅通知的汽车 我马上挺身而出 你们谁要冲击会场 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 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一向温温尔雅的周总理 为何会发这么大动作 1966年一场为防止资本主义抚平 并扬言寻求建设新社会主义道路的运动 在北京打响 然而随着运动愈演愈烈 虾兵小将们开始对我们老一辈革命家下手 看似以维护党的纯洁性角度出发的运动 在那火人的组织下许多知识分子 民主人士和干部遭到批斗 这场运动对社会秩序和民主法治的破坏 引起个组织和许多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抵制 而此时的外交部长陈毅正在接受虾兵小将们的检查 17年的外交路线是脑独起自定的 我给外交上的节节胜利 是走送你正确实施外交政策的结果 这不能说是休整主义吗 至于日常工作中存在的具体问题 缺点错误应该由我一个人来承担了 不能把个人的错误归进到无限问题上吧 不能抹杀我们的成绩 要砍清我们的成绩 只有砍到成绩才能教下我们的问题 就当陈老总讲完话后 红色小将们随即开始对其讲话内容展开集体反驳 大批人马从会场外蜂拥而至 总理见此情况赶忙用自己的身体挡在最前面 你们为什么威脉动员强行使用暴力 如果你们想抓陈毅 那就先从我周恩来的身上踏过去 现在我宣布大会立即停止 上会 就在走出会场的时候又发生了惊人的一幕 想看的老铁点击左下角呈呈视频观看后续